希腊局势的缓和为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揭开了精彩的序幕 投资人从各个方面的反馈中感到希腊危机可以解决的一线希望 华尔街股市开盘后全线走高 那只刚刚突破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的最高点 我们具体了解一下目前希腊的具体局势 据道琼斯新闻社报道 希腊预计明年开始全民削减退休金 退休年龄更是推迟在了67岁 那么在前方方面称正是考虑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 但是前提条件必须是希腊做出让步 此外欧元区领导人在当地时间周一召开的紧急峰会中 也提出了新的提议 这大大提振了与希腊达成协议的希望 那么欧元区高级官员在推特上也是表示 新的提议是为了避免希腊违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而达成协议则能够使希腊继续获得援助 投资者看到了双方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努力 那么欧洲股市提到了受到了提振 追踪欧洲主要区域股市的凡乌斯托克600指数 应声大涨了2.18% 此外今天回落的原油价格也提振了华尔街股市 同时带动了航空板块的大涨 金融机构JP Morgan指出 航空股作为一个近期的板块已经被过度抛售 《八轮周刊》也是指出 因为竞争和竞争的减少和航空油价的降低 美国四大航空公司最近有可能出现15%到50%的涨幅 另外美国不动产交易商协会 今天早上公布的经济数据报告 也是推升了投资人的情绪 也为美股上涨提供了推动因素 经过季度调整以后 5月份二手房销售数字增长了5.1% 总数攀升至535万套 这一结果是2009年11月以来最高值 这也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信号之一 大大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 上周美联储6月份不加息的决议 无疑给牛市吃了一颗定心丸 至少在9月下旬一次联储会议前 投资者不必担心加息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